132 東方日報 《低等生活 關於送書》 2015年7月22日 富刊E 07 低等生活 陳俊偉今年趕及在香港書展推出新書 蕭良如何尚未知 只慶幸沒有人再問 為何你不送書給我 是的 以往我推出過一些書籍 均如上所謂的朋友向我免費換任 或者如其不作伴響我就應該免費把書送到他們手上 也許被電視或電影長期嫁壞 很多人終身入住堅離地書城 透過Soft Lens 把寫作過份浪漫化 以為作者都是很得閒無視做的逍遙派 過PG 自買花大的繁華日子 可以來來試試每家每戶派好幾本 也有人以為出版社是善堂的一種 只有作者說要億街坊親友 就立即觀音開付億億聲譽取語攜 現實時 出版社只會為作者提供一個免費書本數目 以便作為去答謝有關人士 若要加添數目就要以作者特惠格購買 這也是公平的康牌 畢竟出版社是商業機構不是在造異恩 既得多年前首次出書 我的Eagle戰勝了我的理智 時派書為一個己任 旁人亦以為向我免費援圖 我應該的 弄得版稅尚未到手 便先賠上一筆私火錢 到頭來是會做 有些朋友客氣一點 不用我貼錢送書 只想我替他們以作者特惠格向出版社購買 雖不用四錢 卻純熟白做 隨柴街大變化 傳媒都再報導印刷怎樣走到末路 書籍怎樣快要絕種 人人都好將醒目過來 不再當我為免費提書機 當然,在這個年代 文字圖片隨時被Copy and Paste四處發放 對願意購買的人 我衷心說聲多謝 網址www.changha.com 陳俊偉,女遊飲食寫作人